大家好,今天快乐枪员不和大家来谈枪,而是讲另外一件我们在靶场射击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东西,就是耳机。 可能有些人有过经历,有的时候走进靶场忘带了耳机,或者是在停火之后恢复射击的时候耳机带慢了,你旁边的人已经开始射击,一声枪响之后,耳朵嗡鸣很久,会很痛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时刻都要戴上耳机。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电子的earmask,恐怕销量最大的也就是这一款大家最经常见到的,是由Howard Light生产的Impact Sport,价格合理。 使用的效果呢也很好,这款恐怕是在靶场见到的电子earmask里面80%都是戴这一种,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,特别是对于我们亚洲人,头相对宽一点,戴久了之后,反正我个人的经历,戴上一个小时,头就开始痛。 这是另外一款电子耳机,是由3M生产的Pilter Tactical 100。 它的价格和前面那一款差不多,然后使用的效果也近似,没有什么大的缺点,但是也一样,用久了之后,头也会痛。 特别是和眼睛腿相接的地方,夹得很痛。 唯一的呢,就是这一款耳机的质量控制可能不如Howard Light,像我的这个被学生摔了一次以后,它的电子部分已经不工作了。 我还有一款呢,也是Howard Light生产的,是Impact Pro。 这款的效果非常好,但是呢,大家可以看上去,大家可以看到它比前两款厚重一些,价格也略贵一点。 在我买这款Walkers的耳机之前,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款Pro Ears,它的价格呢,比前几款要贵很多,但是非常的舒服。 但是所有这些电子的Earmouth,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,就是无论它的Profile做得多小,戴上去之后,手枪还好,但是当你使用长枪的时候,你的脸颊的和枪托的贴合都会受到影响。 所以在使用长枪的时候,非常不方便,很多人呢,在用长枪,因为大部分使用长枪的时候,都是在室外设计,声音就没有那么的大,没有室内大。 所以很多人就用那种最普通的Foom的耳塞,用耳塞的隔音效果很好,但是它的不足是,你就没有办法听清这个靶场安全观的指令。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危险。 所以我本人寻找这种舒适的入耳式的电子耳塞,已经寻找了很久。 据我了解,那些Custom的入耳式的电子耳机,至少要几百元,甚至几千元。 前几天,在网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一款Walkus新生产的Silencer入耳式耳机。 它的声音降噪的rate是有25分贝,电池的寿命有80小时,价格现在是180元。 这是Walkus最新的model,因为是新的产品,网上的测评并不是很多,所以我立刻决定下了单,来试一试。 它的外包装呢,是中规中矩,让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,打开盒子之后,你可以看到,它这个两个耳机是分左右耳的,所以它是分左右耳,这是右耳。 它卡的很紧,不容易拿出来,它上面,我们可以看到,在每个耳机上面,它有一个开关,另外还有一个音量调节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池,先让我们看一下怎样装电池,首先呢,你要取下它这个缝木的耳塞,就直接拔下来就可以,拔的时候小心,然后呢,再把上面的这个cover取下来,之后你可以看到,它有一个小的放电池的gate,打开gate。 随耳机,它附送了四枚小的电池,取出电池,然后小心的放入它的这个卡槽,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放的方向,正极呢,是在上面,它有标字,一定要确定好。 然后取下它的这张cover的sticker,然后重新放上它的cover,注意cover的方向,应该是包裹的非常的契合,然后再把这个foam放回去,这电池就装好了。 然后看,刚才我们看到的开关,把开关打开,然后你会听,大概等个两三秒呢,你会听到里面有自动的提示音,那就证明已经开始工作了。 然后这个音量调节钮,如果调到这边,关到最小,那你就是完全的屏蔽外面的声音,很难听到别人的对话,然后完全打开呢,就可以把别人对话的声音放大。 在这个随机资送的小盒子里面,你可以找到有一根线,你可以插到耳机上的小孔里面,就把两个耳机连接起来,就不容易丢失。 另外呢,它附送了一把小的刷子,刷子的两头呢,也有用来开那个耳机上小Gate的装置。 在这个盒子里面,本身它耳机上的是中号的cover,在盒子里面另用附送了大号和小号的cover和phone,可以根据你耳道的大小,自己来更换。 所以,它的这个小的case里面可以放上耳机,放上备用的cover,另外放上刚才看到的小的刷子工具,还有线,非常方便。 下一步呢,我就要带到打场去试。